剛才給各位看的那個馬達的圖是 舊課本畫的方法 新課本畫成這樣子 這個是比較接近真正馬達的樣子 這是比較接近真正馬達的樣子 OK 好來這樣也一樣會知道怎麼弄 來看看他的電流方向 左邊流進來碰到綠色的環然後轉出來 所以他電流方向是這樣子流的 然後呢我們根據我們的 安培右手定則 這是螺線管 手一握 大拇指朝右 或者是右下方 所以這邊是N級 所以右下這裡是N級 左上那裡是S級 同名級要怎樣 相識 把他趕走 趕走被怎麼動 順時中轉 所以這個圖顯示他會順時中轉動 轉了四分之一圈會變成這個樣子 轉四分之一圈會變成這樣子 左邊這條線還是碰到綠綠的那個環 還碰到綠綠的那個環 然後一樣碰到綠綠但是現在看起來 電流是面對我這邊是朝 左上方流出去了 然後一樣 安培右手手一握 大拇指是N級 另外變S級 這裡是N 然後這裡旁邊是S 一名級要怎樣 相吸 就吸過去 所以繼續怎麼轉 繼續進入中轉動 又再轉四分之一圈 老師那你 你會 那你中間怎麼不換掉的地方怎麼辦 所以不是有封的嗎 等一下有影片 會告訴他靠慣性衝過去 靠慣性衝過去 好現在 左邊的碰到紅色那個極電環了 但是呢 電流還是一樣 轉過來面對我朝下 所以手一樣一握 一樣 右下角是N 左上角是S N跟N繼續排斥 所以G速度都轉動 都會這樣轉 再轉四分之一圈 好一樣 左邊的碰到紅紅的極電環 然後電流一樣繞過來 在我這邊是朝 左上角流 一樣 安培右手一握 這邊是N 那邊是S 一名級要香吸吸上去 逆時中轉 這個是現在 刻本畫的 馬達示意圖 我一樣 考你 他會是 中轉還是 逆時中轉 就這樣看出來的 紅名級要相識 一名級要香吸 看我是要把他吸過來 還要把他推走 就會知道 他應該是中轉 還是逆時中轉 這是我們現在 刻本 畫這樣的馬達示意圖 所以這裡有一個 男一的動畫 看他電流這樣子流 左邊呢 是N 右邊是S N跟N要排斥 就把他趕走 把他趕走 然後轉了半圈 你看喔 轉半圈 換了 換成S 繼續趕走 他如果不換 他就還是N 他如果還是N就吸住了 他就不會動了 就不會動了 所以 還要再 要轉換 所以剛剛跟你講說 每半圈就要換一次 對我的這個線圈而言 是每半圈 換電流方向一次 對整個裝置而言 電流是固定的 都這邊流進去 那邊流出來 所以叫做直流電 所以我們叫做 直流電動機 直流電動機 這就是 我們跟各位 說明我們等一下會再繼續看 別的動畫來跟各位解釋 OK